哈喽,我是Kai 今天要来分享胜利女神迷迹 有关下一个维护的详情 官方在昨天11月8日发布了新角色海伦的介绍 CV井上马里奈 简简呢大概是说 她是宙斯顿部队的队长 专门为水上战斗而组建的海军部队 方舟没有大海 地面的海洋也不属于人类 只能在游泳池里摆上反来车战舰 战美号不断的训练 也因为这样受到很多人的嘲笑 由于没有任何战绩 中央政府发放的经费呢就不断的缩减 为了保住战美号 海伦呢只好举行晚会 发表演说接受捐款 海军部队已经受到白眼 不正业的话会有更多争议 所以她对成员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期待有一天可以到真正的海洋作战 以上是她的动态力会 企业极热净土 武器的话 攻击暴击率增加8.65% 持续5秒 技能2也是对全体队友 拦截部位攻击伤害增加1.82% 全爆裂时间开始时 对全体友军攻击伤害增加7% 持续10秒 爆裂技能的话 对攻击力最高的一个敌人 造成攻击力 497.25%的伤害 目标最大体力 21%最佳伤害 最大不超过自身攻击力 30% 另外也对全体友军 按攻击伤害 21.23%恢复 持续10秒 看了可以知道 她不仅是输出角色 同时还能补助全部队友 作为首位限定卡池出场的人物 我想她评价 可能也是T0了 在刚刚官方也公告了 下一个维护 是明天11月10日 下午2点到5点 SSR海伦特殊招募即将登场 所以这位角色呢 直接来了 哈哈 特殊招募的SSR出现率为4% 海伦是2% 在这一个卡池抽卡 可以获得黄金积分券 收集到200张 我们可以在积分商店中兑换50个海伦筑膜 就是用来合成获得这一位新角色了 在特殊招募期间结束后 没有使用的积分券呢 是不会重置的 这一个活动将会在维护之后 直到11月24日早上5点 两个星期的时间 可使用珠宝付费免费以及高级目击券来进行特殊招募 普通招募券无法使用 也就是这一个目前普通卡池我们会用的券 官方之前也送了10张 只是呢 他不能用在特殊卡池里面 将像我自己都囤到了接近20张以上 只能用珠宝来抽的话 我能抽的次数就变少了 招募期间结束后 预计在12月中将会开放海伦在普通招募 社交点数 注模道具中取得 而新指挥官专用招募 教程招募中是拿不到的 所以新手第一个十连抽呢 是没有这位海伦的 看完以后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个特殊卡池呢 它是有保底的 200抽保底 如果积分券没用完 会留到下一次 海伦也不算是完全限定的角色 大概一个月后会出现在其他地方 目前的普通卡池呢 虽然有愿望清单 让我们指定角色几率up 只是呢那里没有保底 变成很多人抽了不少都拿不到SSR 所以这一个特殊卡池看起来就没有这样碎了 不过呢我觉得既然你都要推出新角色 其实一开服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 不少人已经将珠宝丢在普通卡池那里了 现在这样呢可能有些人会从玩 直接一开始就去抽这一个海伦的卡池 下一个新内容协同作战 新副本出现了 5位玩家携手对抗BOSS 即时协力模式 可以和好友、工会成员 或者通过自动配对来进行挑战 打败BOSS之后拿到的骨铁道具 可以在商店中兑换珠宝、养成资源等 只是这个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 哈哈 11月11日到13日而已 我在封测的时候呢 也是有看到一个类似 要你组队的副本 相信是这个玩法吧 它应该和拦截战差不多 每天的挑战次数是有限制的 再来是付费商店中预计加入全新商品 限时礼包、全新角色成长 所以这个是客金才有的东西了 维护大概就是这样了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 接下来如果有认了更多新内容 到时再来说一说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